我們看這一題 這一題它說 這個數它的小數部分是誰 小數部分我們通常用這個大括號來代表 那它問說這個等於多少 這個數的小數部分就等於這個數 減掉多少呢 減掉這個數的整數部分 整數部分我們用這個符號 用中括號 小數部分用大括號 根號3 我們知道說 這根號3是1點多 1點多加2的話就是3點多 所以這個的整數部分就是3 所以這個實際上是3 也就是說 這個是根號3 2減3是1 所以是根號3減1 那 所以x是根號3減1 那x分之2 2點 s分之2 這個是等於多少 等於根號3減1 分之2 那我上下乘以多少 乘以 根號3加1 這個就等於 這個就等於 根號3的平方 減1的平方 就是2 那2 2也掉了 所以是根號3加1 所以x的話是根號3減1 那1消掉了 所以是2根號3 那1消掉了 所以是2根號3 是2根號3 1